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淋淡之間已經上次超過一星期了 我想各位朋友應該還在努力拖王吧 繼續來介紹一些拖王使用角 本次來介紹祖火 祖火是一位半打半補的輸出手 在打神兵時可以當騎兵使用 這次就來介紹他 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囉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先來介紹祖火的個性 個性落後其他遊戲術語來說就是天賦的部分 祖火的個性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被政策方敵人攻擊時 對攻擊者造成道地二人標記 部分道地二人技能會因為道地二人標記會有特殊功能 但對於祖火而言 又只有個性的第二部分會有影響而已 第二部分是自身範圍五格內有心被攻擊時 若攻擊者帶有道地二人標記 受到傷害降低 一星時受到傷害降低10% 五星時受到傷害降低20% 這一部分用來打王就很好用了 利用道地二人標記讓王的傷害變低 讓原本被王攻擊一次就會死的狀況 變成可以被打一下不會死 只要活著就能提供更多輸出 這也是越能打關卡時的關鍵 利用降傷不會一開始就快速減圓 就有機會打贏王 再來談技能 之前的介紹影片中有提過 每個角色都能帶一個普攻 一個反應跟三個技能 此外角色先天帶有一個普攻跟一個天生技 先來介紹天生技 主火的天生技是審判之光 單體攻擊造成140%傷害 攻擊後治療場上生命值最低幾方 熱量為持有者魔攻值的50% 這招打一般關卡很好用 可以遠遠的補血最少的人 但很可惜的 除非剛開場人手不足 不然主火上場打一般關卡的機會很低 通常比較可能會上場的是神兵1 但神兵1使用這招需要注意一個地方 神兵1要好打需要有一位隊友去吃王點名的技能 但那招王會點名血最少的隊友 若在點名前施放這招 那就有可能因為要讓王點名的隊友被補血了 那他血量就不會是全隊中最少的 王就會改點名另一個隊友 那這樣就出問題了 所以正在打神兵1時 需要注意王技能的順序問題 要等王點名完或者是隊友呈傷後 再使用這招幫隊友補血 但呈傷的隊友血太多也不要放了 以免需要城上的隊友血限太高變成王不點他 所以這招本來是很好用的技能 但若去打神兵1 就變成需要注意很多細節的技能了 至於其他技能要升界後才能取得 技能分成兩線 輔助跟能量 但每次上場可以拿技能的階級時 技能只能兩邊折一 若兩邊都要學 就得吃領悟之力了 領悟之力就入通天津姐的領韻石一樣 平常遊戲過程中是不好取得的 要拿得多就得花錢買禮包 所以這邊來談不吃領悟之力的狀況下 各間斷學哪個技能比較好 這邊會先介紹該階段的兩個技能 之後再給出選許建議 先談異界的技能 輔助的技能是心靈撫慰 治療目標是要量為魔攻值的75% 特點是無需能量也沒有冷卻 可以每合有的都釋放 能量的部分則是物防指揮 光環技使私生範圍兩格內其他友軍 物防提高30% 來談選擇的部分 一階技能建議選心靈撫慰 在戰鬥時有時候遇到主補師補量不夠 尤其像神秘那種會讓人有百分之傷檢疫 每回合會一直扣血石 這時就需要這招來幫忙拉血線 因為無需能量也沒有冷卻 就不用怕放不出來的問題 單階技能部分 輔助的技能是潛能激發 支援技使目標獲得攻擊2物防2魔防2 驅散並免疫所有屬性檢疫 能量的部分則是心靈之光 順發技使用後還能繼續行動 對目標範圍上人類所有己方回復一點能量 來談選擇部分 這一階選哪一招都可以 因為大概率會被七階技能替換掉 如果想讓輸出高一點就選擇潛能激發 如果隊伍中有需高能量的輸出角 就選心靈之光幫忙回能量 因為是瞬發技 回能量後還能輸出或補血 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五階技能部分 這一階兩邊的技能都是反應技 輔助的技能是冷痛 被主動攻擊時受到傷害降低8% 受傷狀態時受到傷害降低20% 再來是能量的部分 能量技能是回能 被主動攻擊時受到傷害降低8% 被主動攻擊時額外回一點能量 來談選擇的部分 五階技能建議選擇冷痛 之前選擇回能是為了測試 但測試效果很不好 如果沒想到裝了需要能量 需要能量的技能不能一直放 沒能量也能回血或輔功 而且通常被打一次就掛了 也回不到能量 不如選冷痛讀一下減傷20% 看看能不能活下來 七階技能的部分 輔助的技能是通氣力 對目標是加大隊友的標記 減速度2 治療目標分為四格內所有起方 治療量為魔攻值65% 獲得移動1 能量的部分則是特殊使命 使目標有軍 回復四點能量 獲得攻擊2、魔防2、物防2 七階技能選擇的部分 這一階段的選擇其實看狀況而定 因為我主我只用愛打神冰王 上場是為了倒掉人標記的減傷 讓隊友能活下來 所以我選擇通氣力 因為通氣力能強制上倒掉人標記 就能觸發個性的減傷 還能辦法回一口血減薪補師的負擔 但若無需倒掉人減傷的狀況下 就能選擇特殊使命 可以讓擁有高能量輸出到的隊友 技能可以連發而且輸出更痛 九階技能部分 這一階兩邊的技能都是普攻 武豬的技能是風印擊 造成8%魔法傷害 對受傷傷害的敵人攻擊前施加進被動劑 能量部分則是狂熱擊 造成8%物理傷害 產生20%生命擊取 九階技能選擇部分 建議選擇風印擊 因為祖火有技能可以幫自己補血 我覺得吸血的作用不是很大 風印擊能風被動 如果哪天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用 會比狂熱擊好得多 接下來談技能攜帶推薦 這邊是以等級達到45級 技能已經全部學完狀況做推薦 前期等級不夠 技能全部全的時候 就只能有什麼帶什麼了 普攻建議攜帶風印擊 反應建議攜帶忍痛 技能建議攜帶 審判之光 精靈撫慰 通緝令 至於武器裝具與塔羅部分 因為根據我自己遊玩的現況來看 前期人拿到傳送裝備的數量很有限 大多都只有幾件沒得選 主備就是抽裝備池 不然有一前期只能建議先用啥用啥 大多都是先用史詩裝備頂的先 等到後面等級高了 開始能比較大量入手傳送裝備時 再來考慮傳送裝備的特化配置了 當因目前今天來看 得需要等級較高才拿得到傳說裝備 不是遊戲一開服就能辦得到的事了 最後做一下燭火的小姐 燭火雖然沒有比之前介紹過的角色好用 但在神明衣還是有他可以上場的空間的 利用他的個性降傷 有機會讓隊友撐下王的致命招 在遊戲前期都沒有抽到其他魔法傷害角 燭火雖然打塔幫不上什麼忙 但打一把光卡還是能打打物防高的防禦者的 不然也可以幫隊友回援能量、上上陣營等 在除了打神明衣之外 多少還是能當個較多功能的角色 若在打神明衣時遇到角色撐不住王的攻擊時 若有較高性的燭火 可以考慮把燭火練起來 利用燭火的減傷說不定就能過關了 燭火就要到這 若本身影片對您有幫助 希望能幫我按讚、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啟全部通知 所有新的影片或實況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若的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進行解答各位的問題 也歡迎各位朋友交我的LINE社群 或者是FB粉絲團 相關網址我會放在視頻欄中 頻道敬意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觀看時都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30秒廣告 別跳過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倒個水、身在哪兒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的視頻繼續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宋海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開播 等您來哦 下個影片見哦 拜拜